哇塞 哇塞 超不一樣的 起立 今天穿什麼樣子 今天穿比較俐落一點 俐落俐落 是有點上班族的感覺 主管的感覺 對 主管就好像 這主管在這邊 誰會影響的上班情緒 還拍片主管 主管 主管平常是比較 平常比較甜美 對 今天要走俐落入圈 為什麼這樣想 因為通常像我之前出道的造型 就已經是騎瀏海 我連短髮也是騎瀏海 所以就想說好像可以走 反而我比較喜歡 剛剛金妮講的那個 麥莉 麥莉的造型 對 就是那種 比較帥一點的女生 那妳為什麼曾經試圖 流過水母頭 因為那時候 就是這邊很短 然後可是這邊很長 就是把它剪的是男生頭 但是下面有鬚鬚有角角 楊成林 那楊成林那個時候 任藝門那一張專輯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有在 沒有啦 那剪完又為什麼不喜歡呢 因為我後來就發現 不是每一個 正在流行的頭 都會適合每個人 就是因為那個頭 是因為楊成林她臉很小 可是我一剪起來 我那個臉就超大 而且她的瀏海是 剪到是上面的 然後這邊都光 可是這邊卻流鬚鬚 就很可怕 因為她這邊有眉角 她這邊有角 對啊 而且我那時候唸書又很胖 那時候幾公斤 那時候幾公斤 你多高 我 158 158 66 然後 妳真的想不開耶 找第一隻的故事 菁姐妳好 妳好 請問妳叫 Vanley Vanley妳好 妳曾經幫過什麼人 做過造型 831 魏如芸 曾沛慈 還有愛琪姐 那今天妳看到這個 分到她 妳會不會很痛苦 她 不會啊 因為頭髮短 因為如果要做一些造型 是不是比較限制 其實不會耶 不會 是喔 OK 那妳今天想把它變什麼 不是 變什麼樣 變什麼樣 因為她平常都是比較 甜美可愛 是 想說今天給她一點點是比較 帥氣俐落的 就一串 日本頭 是嗎 寸頭 好 光頭 那就麻煩您先開始 好不好 我覺得夏宇童是 在這裡面所有女生裡面 挑戰性最高的 是不是 因為她只要稍微不小心 就會把她原來的本性 全部都表現出來 其實她就僅介於 如果弄失敗呢 會變成是那種 我們旅社常看到有一些 有一些歐巴桑 幫人家介紹 快樂的日子 媽媽さん 介紹快樂的日子 媽媽さん 介紹快樂的日子 太年輕了 因為如果稍微不小心 就會變成那樣的風格 真的會 有一部電影第六感 生死戀那個女的 手髮不是很利 她如果剪那個頭髮很利 我一定會 因為頭型漂亮對不對 對 而且配合今天的造型 是 躲著 整個都不一樣 漂亮 這個嘴巴 這個嘴巴幹嘛學小鬼 對啊 她這個走出來 好像一把武士刀 對啊 有殺氣 非常有殺氣 國際好 這個變化大了吧 對 我覺得今天夏宇童 真的讓我很驚訝 那我當然也很佩服這個 髮型師 真的 她也可以把一個女生呢 除了頭髮變成男的 也可以幫她變性 這太厲害了 這太神奇了 而且髮型影響行為 對 會影響行為 你剛才一走出來就直接 是 對 其實她剛剛那個髮型 我覺得她有一點點 稍微成熟一點 可是現在的感覺 我就覺得很中性 然後很帥氣 對 銳利 這個各種場合都可以去 最近蔡依林在媽媽的 那一個Play我Pay 她把那個魂啊 那個表演那個魂 直接就植在你身裡面 超厲害 你帶來那個氣室 這個表演的魂 對 本來做人的 我們找個不會講的 就 就專業的角度 這雙腿怎麼樣 重點是髮型 它的髮型讓我想到了 一齣小時候我很愛看的戲劇 它是日劇 它叫爆仿將軍 就是後面的辮子 很像那種武士時代的那一種 出來就很俐落 太俐落 就像一把五十刀 就要砍人 我有點害怕 可是我覺得它有點像有沒有 日本那個保總歌舞團有沒有 對...對不對 真的耶 一半難中的男主角 也很漂亮 很漂亮 漂亮之外還加上帥 對 那個是很難的 來個帥領 一二三 帥 比一個寶貝 不要 那什麼東西 不要說 不要說緬魚哥 sod 首位登場的夏宇童 會因為工作人員五彩一雷 而翻臉司空嗎 咖啡如命的夏宇童 再三提醒工作人員 自己要喝的飲品 我先吃一口熱難酒 然後喝兩口 熱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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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先吃熱湯 可惜再怎麼提醒都於事無補 咖啡買錯是一定要的 來我回來 可是我覺得來這邊都還好 來 喝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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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跟這位工作人員是好朋友 然後我先問他說你有沒有餓 你有沒有要去買個早餐吃 然後順便幫我買杯熱拿鐵 對 只是因為我一整天 你為什麼一直強調熱拿鐵 因為我現在在那個季口 然後我就不能吃甜的啊 然後澱粉也不能吃 怎麼了 因為我想要就是想要跟Emily一樣瘦 你已經夠瘦了耶 對 Emily你看你們這排最後那一位 或者是你看我們這排最後那一位 prince 對 對 好棒哦 ok 然後呢 所以我就 就是一整天我就只能 就是喝那一小杯的那個小確幸 ?! moone 沒有奶 對 然後因為我不能喝冰的 也不能喝甜的啊 所以我看到的時候我是很失望 我不是生氣 我是失望 怎麼會買錯了呢 這樣子 雖然我知道你們常常是很熟的人 對啊 但是人家要幫你買了 然後買錯了 對啊 看到錯了就想說 就默默就認了就算了 我認了 我只是哈而已 哈都不行了好不好 然後那一身旁邊的人 爸媽要上旁邊的人 旁邊的人心都碎了 那個人他一心碎了 但我那杯摩卡 我還是獻給他 給他喝啦 對啊 我還是講 他講很大 他講很大 我現在解釋給你們的家經 可是他們怎麼跟我講說 啊 倒在他臉上 沒有 我跟人家照顧 我沒有這樣 我沒有 其實我覺得這個不算嚴重 還好 就是你買錯了 你一定會質疑一下 對 屈哥就是會做節目 他知道後面又越來越狠 你知道 先喊 對 是不是 當然不好 但是沒有到那麼糟啦 那你還有什麼事情 會讓你覺得很神奇 我從來想到 之前我是康哥 就是有整我啊 我整你什麼 有 就是有一次的節目 就是你讓一個女生 然後就是問我說我的三圍 這樣要神奇喔 然後呢 因為我覺得很沒有禮貌啊 隨時突然就有人 欸你現在三圍多好 可是是女生問你的話 應該還好 我叫一個女生問你的三圍 對啊 對 這不是我的風格 對 她本身都不解釋 不知道 你三圍多 直接換 沒有 我 然後呢 蛤 什麼 那女的你認識嗎 完全不認識 對 也不是我們藝人 也不是 就一個素人來問 對 就突然就問我說你的三圍 我知道了 我想起來 對 因為那女的是這樣 喔 而且我那天還穿平底的 然後我的視線 就正對到她的腳 然後她就說 你的三圍多少 她嗆你 所以不開心 我會覺得沒有禮貌 你透露說 什麼 什麼 你說馬王先不好笑 她的反應 老師跟她講實話的話 她可能會 她會先質疑我 她罵你不好笑 那你回答什麼 我跟她說 那你有很好笑嗎 她就生氣了 因為我不好笑 這已經是在這個圈內 已經流傳十幾個 我跟你講你小心喔 你這個不好笑的地位 竟然有人追上 對啊 真的假的 不行 我以為是站衛中耶 回去看看我的開場吧 開場了 好強喔 有一個火柴棒 你知道 他就走著走著說 我是一個火柴棒 火柴棒 這樣 然後經過一個湖邊 那湖就把它剖濕 他說你幹嘛 然後水就會說 什麼火柴棒 水柴棒 水柴棒 真的不錯喔 你為什麼之前 你上一集講那個什麼東西啊 還不是啦 要給來賓一些發揮空間啊 對不對 我相信你了 國賢哥 大家問我說什麼意思 你聽不懂 水柴棒 水柴棒是什麼 老人家聽不懂啊 水柴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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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柴棒什麼呢 老人家聽不懂 難怪你們一起看見 喔 水柴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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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柴棒